现在我们来进行自动创建构造线的练习 我们首先打开SM软件 这里我们根据这个练习要打开一个自动创建构造线的素材 我们点击再打开 选择这个练习自动创建构造线这个素材 点击打开 我们再按Ctrl加S加S将它另存为 另存为自动创建构造线 这里自动创建构造线 我们点击保存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投影开关命令 在这个常用的面板下面这个构造 我们点击它 在这里选择放置这个投影的 现在我们来执行这个投影开关命令 在这个常用面板下面的构造选项板 这里有一个投影 我们点击它 在这个命令上提示里面 要么要打开还是关闭这个投影 我们选择打开 选择ON 确定 现在这个投影开关已经打开了 我们将它放在这个合适的地方 将这个鼠标放在右下方 点击确定 这个投影开关 投影式架就已经绘制好了 现在我们来自动创建构造线命令 同样在这个常用面板下面的构造选项板 点击这个构造线 有一个下拉菜单 我们点击它 出现这个自动创建构造线 选项我们点击 点击它 出现这个自动创建构造线对话框 我们选择这个向下 我们点它 选择我们要创建构造线的地方 框选这个图形 确定 现在看到这个数字向下的构造线 已经绘制好了 我们再来重复执行这个 自动创建构造线命令 同样在同样的地方 我们选择向下 在这个左视图这里 我们框选这个图形 确定 它自动向左进行投影过来 好 我们再来执行直线命令 然后绘制这个相关的线条 直线命令 我们在这里 这个7点这里 选在这里 选在这个第二点 给你这投影这里 然后我们再将这条线连接起来 输入命令 接合并 选择这条直线 再选择这条直线 确定 直线已经合并好了 我们再将这个土层直放到 续线图层 在这个常用的图层下面 选择这个出虚线 再执行直线命令 在这一点 这只两条 数字的 出虚线 这个图形已经绘制好了 现在我们将这个构造线 进行关闭 删除掉 至此 这个图形已经绘制好了 下面这个不是 出实线 我们将它格式刷 刷一下 点击Ctrl加S进行保存 我永远 出面 它不仅质 在我们 twins 好